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虎队的辅助小明 这次应该没有那么多人想到我们会来录大激活 巴黎人计合 巴黎人计合 上一次我们进决赛也是遇到RNG然后拿下冠军 我觉得这一次的剧本也写好了 我是APL队伍里面找Lulu最快的人 等他那个英雄见面我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英雄 我会带你们进来MSA 有个时间环境 要你 听说RNG是四保一的 所以我来了 传闻是真的 然后保得是上头 我觉得虎哥一定是值得的 你知道虎哥有多难吗 你知道虎哥的压力有多大吗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在乎你的防御他 RNG四保一 能赢 nice 觉得我们打NG的话 松露可能选个卡丁 到16级我们就已经 转起来了 方plus的话也没什么好研究的 二级抓上就完事了 抽到 二级抓上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用了 谢谢 其实在上路 长手打단手我也有一套的 我可不可以做你的二十分 不用了 谢谢 我现在 中国读着 我说过去的 军哥有这种话 就是说 三年成功 既然帅哥的别吃别吃 是对牛弹琴的话 那我就换一招 跑丁解牛来针对你吧 我觉得我也 他更像一个上单 我建议小天 可以开始研究Keyong了 其实MSI的对手 我倒没怎么研究 但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可汗的超话 中所周知 中所周知 我们上路是双人线 懂的都懂 我们可能不止两个上单吧 三个上单都有可能出现 江一般都是老的会辣一点 威可能还差点火火 但我觉得威更猛 威猛威猛 请一请吧 出去寻 野区外面全是留情书 你已经被包围了 第一我不叫卫 我叫卫 第二如果高二叔敢进我的野区 我就去刷DWINB的野 你的野区我来守护 你的上单我来守护 别搞别搞 整个LPL 为二不玩左右的 两个人在决赛中的 也挺有意思的吧 我觉得我跟Kryong的话 两个应该不会离开中路线 两个都在塔下 我在野区吃兵 吃野怪 吃谁的野怪这个BOSS 一个人玩了三个分明 一个人玩了卡 这两个人 能选择这种英雄的话 应该 你好 嘎啦巴 我觉得我们下路大概就是一分一大战吧 你好 凌晨战神 我会提笔到上楼去保护哥 不会跟你打 刘金松的话 这是挺久的 长得这么转 为什么要打职业呢 出道好一点吧 OK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方方侠的辅助 刘金松 希望大家多为我撑腰 哈哈哈哈 练一下这孩子看着就聪明 跟方普拉子打的时候 我们多动动脑子就行了 上次跟你们打不是3比0你们的吗 我觉得我的大势力 现在都没这么好打 从租安静动光 我被义不用辞 如果他们带我拿春意赛冠军 我就帮他们洗脚 安静 剃 这次决赛的话 对我们来说挺不容易的 因为之前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希望这次决赛拿到冠军 第一次进春季总决赛 打入MSI就算成功 说实话 怎么样算成功 我不是特别能去定义 但是我知道 只有把每一场比赛赢下来 我才会开心 这个春季赛的冠军奖杯 我们也是要定的 欢迎回到被安静统治的年代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数字 peur 看不得了 我们下期再见 nai